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 神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嚴寒,你們很冷 今天天氣如何 來到1月16日,星期一 今天最低氣溫11度 最高15度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 天氣警告是認證生效的 今天天氣預測到天氣寒冷 大致多雲和乾燥 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吹和換止清淨的偏不風 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 今天最高自外線指數大概是五強度 屬於中等 是,嘩,厲害了 港女為打卡 徒手攀登自殺崖 是不是真的自殺 看到她踩著一條邊 隨時滑腳飛到街 打張卡 拍張相片告訴別人我威風 這樣就沒有這些險 另外有個男子 團連飯之後 就撤死 說她四十七歲就煙不離手 那就真是早休息 是不是 你不愛惜自己 人家只能夠拿你的生命來做一個反面教材 是不是 另外看到了 一個婦人爛巴士 整架車不給走 因何事阻礙地球轉呢 另外有位人稱玩具魔人 遲刀恐嚇行家 都是做玩具譜 那把割刀走去行人 最後被人制服了 現在被抓了 同一宗開張事件有關 待會告訴你 詳細新聞內容 大部分香港地區降至十一度或二下 被昨天冷了八至十度 氣溫急降 我相信很多人進醫院 氣管 很重要 另外又會突發性心臟病 會降一度增加2%死亡風險 一跌跌了八至十度 即是多了兩成的機會有病發 好嚴重 大家自己小心 最冷是哪裏呢 比較眼望過去 全灣也有九度 全灣也算冷 打鼓嶺那些只剩下三度 那些 大霧山只剩下兩度半 星期一早上市區低見十一度 很冷很冷 但港女仍然會看到 上面穿棉紋 下面穿熱褲 港女的腿也不怕冷 厲害厲害 未來三天仍然降溫 大家小心 我所以說 何節空關能夠令確診降低 甚至高鐵通車都可以降低確診 新增六千二百六十一 你沒有聽錯我沒有說錯 昨天七 今天六 厲害厲害 輸入個案只剩下170宗 搞定了 真的搞定了 有66人搞定了 離世 死亡當然高 絕對是高 如果你又計算 比例 六百四十八 對 六千多到四萬多 五萬的乘八 六百四十八 如果你想想 四萬多人確診 有四百多人死亡 接近五百人死亡 你就想想 死亡率是否高 當然是高 但確診數字 未必是這麼低 你現在 又說不會強檢驗別人的大廈 這裡沒有了一部分 你說入境的 你又不用特別去驗核酸 又沒有了一部分 確診數字低 死亡數字就高了 死亡人數當中四十男二十六女 年齡介乎五十六至一百零三 二十二人來自院舍 死者當中 在這六十六人 有十七個沒有打針 有成接近… 是否四十九 四十九人打針 另外四人打了四針 四十人已接種三針 死者當中 四十四人打了三針以上 在六十六名死者當中 四人打了兩針 一個人打了一針 其餘十七人沒有打針 唉… 新冠死亡的死者 去到一萬二千六百人了 看到那些數字 好像很棒 看到死亡數字 就不知道你怎麼辦 真是不說了 看看你什麼時候不報 越來越管 你又不封又不成 數字什麼時候停報呢 我試試… 我猜… 今個月內 不再報 只是猜 因為你的意思不大 一向都是這樣 現在高鐵復通 往廣州東車程 只是快了十五分鐘 田北辰又出聲 不符高鐵定義 怎麼可以快這麼少 只有十五分鐘 你這樣說嗎 我坐地鐵一個站 我比你快要坐的士 是不是這樣說 你不是說 你這些東西是用來說的 我兩個站 可能都比我快要坐的士 是這樣的 你這樣不符的士定義嗎 這些你自己想 這些水又不必吹 我們又不是政客 你喜歡吹就吹一下 吹了之後又不會改變 不知道做什麼 我待會教你一招 接下來大掃除 洗衣機很久沒有清潔 原來裡面是烏嘲拉塔 非常恐怖 晚點教你一招 稍後 新聞月潔 教你一招 洗衣機 相當好用 又方便 轉頭告訴你 昨天 艾琳近晚 因著重頭獎 尖沙咀 有個女槍飛到街 打爆了跑車 女住戶被捕 你怕被人打中 又怕自己的槍飛到街 打到人 你也會被捕 昨天下午兩點半 在尖沙咀加拿分道六號 集友大廈五樓 一個單位 其中一隻女槍突然脫下 打爆了跑車 以及停泊在地下的咪錶位 那些東西 反彈的玻璃碎到處炸 幸好途人又沒有中招 62歲的姓尿的女住戶 她說她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 她說她拘捕了她 這些法例也是 也不是她容許 她也不想 這是意外 但還是你容許 法例先拘捕 跑車的32歲的男司機 表示 我把車子拍在咪錶位置 去過廁所回來 收到警方通知 她的女槍打爆了我的車 這樣 是中獎的 另外 荃灣的帳篷 墮街 打中的22歲的女徒人 27歲的男人 帶回警署 怎會成個帳篷飛到街上 兩米乘兩米高的帳篷 高處墮下 打中姓潘的22歲女徒人 打到頸和肩膀感到痛楚 市民見狀報警 坐在那裡 又是 以容許高處墮下的物件 27歲的男子大署調查 這期的trend是跌下街 大家自己小心 那些人 物品跌下街 生命 容許自己爬在自殺崖逃手 你怕不怕跌下街 看你也不怕 但自殺崖 的確有人跌下街 三天就找回屍體 港女又不知 不看報紙 最恐怖 這些人 你告訴你 這位已經死過人了 跌過人下街 死過人了 不理不知 逃手爬 你膽子有毛 真是生毛 一個戴上攀山手套的女子 在沒有安全繩下 逃手攀飛鵝山自殺崖 步出崖邊 再轉身向拍片者擺放OK的手勢 哇 好帥 我們全港市民看著你這樣玩命 他的做法被人反問 其實拼命出去打我卡 你做什麼 批評他不負責任 他出了事又要消防員整理你 熟悉自殺崖的山友說 崖邊下沒有任何大石平山 一線腳就直接插完崖樹林 即是即死了 玩一次 如果失手就 高手在民間 失手在陰間 這個女人 逃手攀飛鵝山 尚在一個全女班 行山群 好像很聰明 群組一向倡議安全地行山 她是玩花式的 你踢她出群組吧 真的 真的 有樣學樣 好像很帥 當然是給人讚好 我都說這些事件不是你做 隨便是阿婆做 隨便說 超哥走去做 那些人都是說你的 這件事根本上 你以為很有型 但基本上 你都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有人說他敬請自律 好好享受行山的樂趣 不是在這裡搞你英雄主義 是不是厲害 是不是厲害 你今天這樣攀的 以後又攀的其他 好像那些年輕人 攀上天性上 拍照打卡 厲害 有什麼厲害 有什麼厲害 猴子也能做到 人本身是源侯科 退了天性 很多踏鵬是天生會琴 你看到那些年輕人 不懂得死 走到那些梯子 踏在外面好像很爽 最慘的是天性 又沒有退化 但是手腳是退化的 有些猴子 一隻手在山頂 一天 他不累 人本身已經沒有那種能力 人的腦子進化 本身是要聰明的 但是有些人的腦子退化 很厲害 很厲害 平時沒有聰明 找這些事情搞一下 那個地方已經掉死了 前年有一個石洛喬 失蹤三天 找回屍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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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 很年輕也是傻屍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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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 報新聞什麼都不知道 人們也無知 只不過膽大 這些行為當然不行 報新聞看到牙煙說了兩句 免得有人傻傻傻 好像懶惰 你要告訴別人 這些行為是奢侈的 讓他們下次不會再去做這些事情 很奢侈的 大膽 那就很多人再去試 好了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吃吃團煉飯之後死了 團煉飯 有個男人喝醉就撤死 說死者的生活習慣 煙不離手 煙酒不離手 我圍下三名子女 小女兒還剛升上中學 沒辦法 你都不愛惜自己 生死有命 希希那天說了一句話 做人要享福 不是接受 是煙酒一枝煙平均減十一分鐘 名字好像不止 一口煙減受減多少有計數 男人年紀不大 47歲 大我們幾年而已 在14日 太子聯合廣場一個酒樓參加公司 團煉飯喝大了 人家以為他睡覺而已 第二天 哎呦 硬了 不省有人事 證實是死亡 死者鄰居透露 死者生前有吸煙和喝酒的習慣 經常喝酒 馬上三兩罐很濕碎 都喝到那些 喝幾罐啤酒 有時在樓下小食店 外面喝幾杯 有指這個男人有三個子女 我女兒剛升上中學 無奈 對於死者在酒樓裡喝到整晚暈倒 才被發現 鄰居感到詫異 真的不知為什麼 沒有人收拾桌 你當他睡覺 拍他可能不可能 呃呃呃呃 有一句聲音 只是睡覺而已 你看看他後面有呼吸 背部動動動動動 以為他沒事 昏迷也不頂 受訪鄰居 所以他說 自己2004年搬入 和死者一家做鄰居 早年見死者和妻子 兩兒一女 一家五口生活很簡單 平日都少煮飯 通常買外賣多 鄰居形容 自己看著死者子女長大的 互相打招呼 但是說這個人 為人沉默寡言 有時下去買酒喝 買幾罐回來喝一下 又吸煙煙酒不離手 就養成了一些習慣 突然間香了 不知為何 很多原因 就是混合 他說他那晚真的混合酒 同事喝紅酒烈酒 啤酒 全部喝過 死者醉倒在偏廳內 同事就慢慢走 沒有人理會他 真是慘 賣醉 有朋友正常來說 走了 沒有人理會他 那些職員進去收拾東西的時候 就是第二天早上 早市查客 查市的時候 進去收拾東西 不醒的 報警 然後通知死者妻子到場 和子女的警方 已經是見最後一面了 急症科醫生說 酒精抑壓身體多樣的器官功能 酒後一小時血液 酒精含量 達高峰是最危險的 喝酒喝得多也會死人 心臟病發 中風等 一小時最危險 醫生呼籲兩種人要注意 這樣 即是說那些 和人頂酒那些 我頂我幫你頂 和瘀酒那些 就最危險 喝 不怕 平時都是這樣當水 你身體狀態不好就不好 我有兩個朋友 一個跌了錢包 那個你也認識 那我就不說誰了 另外一個喝酒喝到 糟糕了 然後上爬牙 上爬牙 沒有了 估計他撞到樓梯上 雙下牙 成派半額 沒有了 喝了 他說沒有了 平時喝兩瓶大啤沒事 喝一瓶就這樣 是啊 說來就來 他很幸運 他很幸運 否則他出了馬路滾爛 他說怎樣回家也不知道 只是回家睡了一天 然後整排牙都沒有了 喝酒吧 多喝點 我有個親戚也是喝酒死的 我認識幾個人 都是喝酒吃煙死的 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其實很多 真的很多 沒辦法 因為他本身也可以麻醉 我爸融我夢遊 我爺爺說多說一點 有些人死都要喝酒 他認識一個朋友 他肝癌 他四十多歲很年輕 末期肝癌 我爺爺還在生 說他去看他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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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你猜 毒品才是毒品 酒精 不是毒品 煙仔也是毒品 不過刺激 只是一下子刺你的腦 一下子 那些不說得太多 要不就一集說 好 接著說一些癡漢 這些也是 做什麼鬼 大家玩具界 大家買賣貨物就好 有一個魔人 叫做 生意上的問題 他說 戒刀男魔人 湯米 池刀廠旺角模型譜 尋人 找人 與職員互相打鬥 同樣被捕 這是有些尋仇的事件 他說 玩具界 香港掀起了恩怨情仇 我也馬上去看整個內文 他說 原來前兩天發生 池刀商人案件 警方接報晚上8時半 一個大舊男人在旺角山東街 中橋商業大廈和一個樓上鋪 職員發生爭執 其間有人拿刀出來威脅人 雙方扭打作一團 警方到場調查 拘捕兩個人 事件揭發近日玩具界 引起私人糾紛有關 最終演變成傷人的血案 有個32歲姓何男子 公司走進山東街中橋商業大廈16樓 新開的玩具店裡 和一個23歲姓陳男職員發生爭執 有人拿出戒刀指客 又出手襲擊男職員 其後職員建狀報警 被拘捕那個藏有攻擊性武器 涉嫌造成身體傷害罪 將他拘捕 兩個人送到廣牙醫院 話說是這樣的 攝氏樓上鋪是一間模型鋪 店內鋪響負姓名 很多人會放上網鋪的東西 出名等等 主要是集結玩模型的人 不時邀請到Corsair拍照 怎樣呢 據了解 那個慈戒都進去商人的男子 綽號叫魔人 原本是九龍區另一間模型店負責人 最近有新店開張 找一些同業去展彩 打算大肆宣傳一下 但同行不滿被人利用 結果紛紛不去 令他不滿結下私怨 跑去別人的店鋪 撕破窗外海報 破壞模型 被人故意損毀他們 即是說你不給面子 我來搞你場 看這個頭條就是這樣說 有人說抵不了頸 就抨擊這個人 我們決定將這個人 在玩具界的惡幸公諸於世 我們現在要跟他割蓆 明知有機會被人尋仇也要說出來 做一些低能事 然後在WhatsApp恐嚇人 那個人就說 我要上去找誰見一見 接著拿把戒刀上去就兇 然後就打架 你上去搞別人還拖 我當然要扭一塊 幸好沒有戒到頸的生命危險 攝氏的店鋪說 面對這些恐怖分子 最大的反抗就是如常生活 這樣 好死混亂 搞小孩子 玩玩具就玩玩具 你說別人不來開張 開張又怎樣 給你面子的店鋪會好生意嗎 你買玩具最重要的是什麼 夠快夠便宜 你跟別人做朋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業界 無論你是Youtube也好 玩具界也好 各有各做 當然你不要去搞別人 別人不給面子 跟你是朋友 你就去搞別人 你真的 做生意就做生意 不用這樣做人 這些我想他也會反省一下 真的不用跟別人是朋友 做生意是賺街外人錢 沒有朋友也不要緊 真的不需要那麼緊張 搞成這樣 好另外先說一下 唉 多話說了 先說說這件事吧 巴士 什麼事 乘客說車頭很迫 子三個女人不滿車尾鬆動 攔著車子又不讓人走 他說什麼 他上去上面 然後進不去 看看他說什麼 很多人搭巴士 很少人搭巴士 車頭一定是更迫 車尾一定是更多的 這個女人 上不了車 整天都有些 前面滿客 後面鬆動 女人不滿 他站在車前 折停巴士 不讓你走 大批市民等候兩三班 都上不了 因為他頂著 他火遮眼 他說搞錯 那些司機不叫人走進去 他說你有沒有搞錯 我現在頂著 我上不了車 我不讓你們走 因為你不叫人走進去 這樣 經過熱烈的討論 有人說他做得對 他說個讚給姐姐 他做了很多人 不敢做 但是想做的事 毛文認為 其實走進去很簡單 但是為什麼要堵塞 不讓人走進去 但是經過人討論之後 雖然得到面鬥支持 但是攔著車人不給走的行為 是會觸犯法例 說會罰2000元 甚至如果干預車輛行駛 可以罰5000元 和監禁12個月 這是刑事罪行 這些就 唉 不知道怎麼說 他做了一件事 你說對不對 當然他投訴了 有些車長不叫人走進去 叫你走進去才行 你知道香港人叫你三催四嶺 說完之後不動 一旁一旁一旁 一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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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一旁一旁 一旁一旁一旁 看手機一旁一旁 真是 你說拿人出去 阻礙別人 乘車 有些是無辜的 我坐車頭車尾 我不知道 你教兒子回家教 這真是有理說不清 我也不討論 說不通 另外八香山邊 我在樹上有男子 死了很久 遺體也變了膚屍 真的變了膚屍 昨天早上11點41分 有人走山發現 有屍屍在樹上 嚇死人 臘腸已經乾了 是乾屍 也是完整的衣服 但是身屍屍嚴重腐爛 四肢已經變成木頭 不排除死者 死了很久 就說這個死者 在衣服上有找到銀包證件 65歲 姓陳 有待調查 相信應該是自殺 好 另外有尖沙咀 男人跳海 獲救的時候 清醒送院 昨天下午5點 香港文化中心 對開就跳下去 市民健壯報警 救援人員 接報將他救起 送到伊莉莎白醫院 沒事 好事 另外 紅磡村有個女人高處墮下 摘爛了其他七人車 當場死亡 哇 那七人車這樣凹了一下 真是 嚇死人 68歲 那個女人 年紀不太大 很難說 昨天早上8點51分 那個女人在紅磡村 看見有人死了 那就恐怖了 馬上報警 整個車的車頂凹了進去 真的恐怖 七人車都有很多新聞 七人車吐露說 狂飆 終被截停 停牌司機五宗罪被捕 多恐怖 那些車在飛車 凌晨 剛剛剛才 16日凌晨時分 七人車狂飆狂飆 發現這傢伙沒牌 真是可怕 好 拘捕了33歲男司機 他因為欠交罰款被通緝 真是 還要通緝犯 真是恐怖 好 那說一下 這些年28洗辣炭 我也不知道現在是年20多 不過快到了 教你大訴訣 解決洗衣機萬年污垢 他說那些小朋友洗衣機的機桶 拿出來嚇死你 一拿出來可能有些菌 就馬上生病 那些人 他說 如果這些衣服洗下去 有些跡象就是 清潔的警號 他說 譬如這些衣服 白色衣服 有黑色一點點 或者你穿了這些衣服 皮膚會癢 洗完也癢 為什麼 他說可能產生細菌煤菌 可能是洗衣機太髒了 有人教 怎樣洗洗衣機呢 他這樣的 你預備兩樣東西 很簡單 200ml的白醋 即是兩支益力多 那些醋子 拿一條長毛巾 和100克的小梳打粉 他怎樣做呢 首先把大毛巾浸了這個醋 浸了 整條浸了 把大毛巾丟進去洗衣機 用脫水功能 脫水的時候 他會弄乾毛巾 那些白醋 就會隨著脫水的過程 就是 在洗衣槽沒了角落 首先 蘸滿了角落 是否乾 脫水的功能 洗衣機 然後攪拌3至5分鐘 再點擊 充滿他裡面的水量 那條大毛巾 在裡面浸30分鐘 不要動他 充滿水量 浸30分鐘 然後照平日洗衣攪拌一次 攪拌一次 就下第二輪的梳打粉 梳打粉是可以去積的 貼了一些髒的東西 同樣再攪拌3至5分鐘 然後再浸30至60分鐘 把水放了 再放清水 再攪拌一次 這樣 等到脫水程序結束 洗衣機就完成了 之前很髒 但這樣攪拌一次後 整個洗衣機就乾淨了 這招好用 我看到又簡單 那就好了 另外先說說 大嶼山 那個東涌 滿東村 算是大嶼山 有些新聞報 有個14歲的男童 被人打劫 沒了2個水 原來被6個南亞裔男人打劫 少年 少年 面和胸 受傷 14歲 少年報警 被6個非華裔同黨 在東涌 滿東村 藍球場 用手腳襲擊 原來搶了他200元 嘩 警方正在追輯這些非華裔男子 年齡介乎15至20歲 唉 何必呢 連群結黨 哈哈 爸爸 來得這個地方 給了機會你做好人 你又做壞人 那又不好 沒有前途 對不對 我又不會像某些報道 報章那樣歧視 始終我自己也是 有少少東南亞 南亞的血統 但是其實 人大家都是地球人 應該是互助互愛 互面 不要互相欺凌 搶別人的資源 好嗎 不是真的要還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再談其他新聞 拜拜